生肖鼠羊的大小朋友们在哪里啊 小童姐姐来告诉你们今年的运势 我们就先来说说财运是排行第二 不错 因为有两个集星拱照 天女贵人心以及太阴心 也就是女性贵人心的意思 如果大朋友们做的生意跟女性有关 像是美容 化妆 女性服装等 今年的生意会特别好 但是不建议大朋友们参与大起大落的买卖投资 所谓财不入其门 宁愿稳定一点 慢慢来比较合适 大朋友们 要注意咯 当和别人合作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凶心方面有个贯所心 代表钱财不能自主 容易受人牵制 所以要先搞清楚钱财的分配 否则容易因财失忆 最后 爱情运则排行第三 看来单身的大朋友们 有望拖单 大家好 我是海卡第一岁的 凶零零 今年小狗的朋友们 让你无耻无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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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回答你的生意里面 快点 啥 因为有这种身体性财的 杀了 代表不高生 因为安官有储蓄的努力 有甚至讨厌的女儿和古诈相关 但是她们的力量 你才团有高价的女儿 但是 今年你只能赶紧一个洛权 所以要赶紧一个洛权 为了人的宫人 也不是很厉害 刷有一个宫人的宫人 代表赶紧一个洛权的诉讼 就要赶紧一个小心 别人要小心 就像在开车的时候 你在凤工的时候 不要把你的小型人网络 不然等一下就有三万 还有就是 那些文件和他的这种 大家要赶紧那个 往哪吓这个人 把你解决 不然等一下 赶紧到那些卖生气 就关闭公了 咯咯